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钟文泽 我们现在拿到的就是Vivo刚刚发布的智能手表 Vivo Watch 大家注意这个发音 Vivo Watch 其中我面前的这款是一个42毫米的版本 也就是那个小尺寸的版本 而我手腕上这一款则是那个46毫米的那个版本 我们首先对这款进行一个开箱 另外大家看这两款手机放在这并不是白放的 他们两个今天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来震场子 这个外包装让人第一次看到 一下想到了爱库手机盒 对吧 这个离了歪斜的 我们给它这么打开 跟目前国产手表的主流充电方式差不多 然后我们把手表给它拿出来 我现在目前手里的这个就是Vivo Watch小尺寸42毫米那个版本 这个版本它的表带搭载的是一个真皮的配色 这个配色有点像那个爱马仕的那个配色 对不对 这个表带非常柔软 根据Vivo给我们的资料说 这个是采用了小公牛头层皮 你这小公牛也太惨了吧 小五牛呢 这次Vivo Watch它的手表一个特点 就是两个系列不管是42毫米还是46毫米 都采用了不锈钢的材质 它的不锈钢材质是在哪个位置呢 是在侧面的这个整个的表的机身是不锈钢材质的 在这里你可能看到说 这不是一个磨砂材质的吗 其实这是Vivo通过工艺给磨砂材质喷了一层漆 然后我们看42毫米这个 42毫米这个它也是通过给扑锈钢上喷漆 然后获得了一个这样的磨砂质感 这两款42毫米和46毫米上面这一圈都是陶瓷 但是呢还有一些差别 也就是42毫米的这个陶瓷呢 是一个纯亮的陶瓷 而46毫米的这个陶瓷 大家可以看到上边Vivo用这个工艺 在上边进行了雕刻和切割 有点点像金属的那种拉丝工艺 但是实际上陶瓷的用度 它要比金属高的高的高 所以说呢高的高啊 这一次46毫米 这是采用了两个长方形 或者类似于矩形的按键 设计起来呢 跟那个运动类的表好像比较接近 而这个42毫米的这一款呢 它采用了一个圆形的这样一个设计 在这块表的背部这个位置 它采用的是一个3D的玻璃 接下来我给对比一下 它和Apple Watch这个大表盘去对比 大家可以看一下 Apple Watch呢是一个圆角矩形的 而这个Vivo Watch呢 它则是一个完全圆形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46毫米 也就是那个大表盘 戴上手腕大概这么一个效果 这个呢是小表盘 也就是那个42毫米的 因为我手腕本身会比较细一些 所以戴上去呢 也比较好看 大家根据我佩戴这两个手表的效果 我把这个戴在这边 大家可以根据我佩戴的这个状态 自己来选择 你想购买哪款 我现在这个姿势 怎么有点感觉 警察叔叔给我拿手铐扣上 救济正法的感觉呢 既然这是Vivo Watch的第一款智能手表 大家一定对它的手表系统 以及界面设计比较好奇 我们现在这里呢 其实我已经把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表盘 都下载下来了 操作上大概是跟其他表盘是一样的 也就是长按 然后抬手 这个时候它就会有一声震动 然后进入这个表盘选择 这款手表呢 如果想点亮屏幕 主要是通过这个台腕 旋转台腕 点屏幕是点亮不了的 这点跟华为Wall是比较相 然后你也可以点右边这个按键 就可以激活这个屏幕了 要不说Vivo呢 还是Vivo会赚钱 它这次推出了一个情侣表盘 这有一个相伴 大家看到了吗 然后这里有一个相随 点击这个相伴之后 除了这款是一个蓝色表盘 大家看 这里有一个小姐姐穿着裙子 在这推你的这秒针 所以我的理解 这应该是一个男性的表盘 这里有一个相随 大家看到了吗 相随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老哥 在这推着那个表盘 我的理解 这应该是给女性 给小姐姐使用的一个表盘 然后这有一个绿野仙踪 大家看 这是一个都是小叶子 这个表盘我觉得挺好看的 这个表盘我觉得我比较喜欢 它叫做极客 这个表盘呢 就是有一点欲情故纵的感觉 你以为这是一块电子表 但是长的呢 又很像普通的那种机械表 你以为普通的腕表 但是打开之后呢 又是一个电子表的这个小表盘 除了这些表盘选择呢 Vivo它在设置中 也增加了一个AOD长量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如果你打开AOD 它会缩短三分之二的 这个续航时间 我们先打开 在这里我们关闭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AOD显示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在这个屏幕下 它永远不会灭屏 永远会以一个时针 分针一个日期来显示 有些同学说呢 缩短这个续航是不是代表 这款手表的续航时间很差呢 其实也不是 这款手表官方给出的续航时间是 46毫米是18天的使用时间 而42毫米是9天的使用时间 你每天有100条信息通知 以及每天有5个电话打进来 在这样的一个测试情况下 它能续航18天 实际上我自己使用了2天的时间 消耗电量只有8% 如果一天4%算的话 可能它的续航时间能达到20多天 这款手表应该是目前安卓手表里 续航水平最出色的一批了 这两块手表 它们搭载的都是AMOLED屏幕 而且虽然说它们的尺寸不一样 但是它们的PPI都是326 也就是大家日常所熟悉的 那个视网膜分辨率 在操作逻辑上呢 也和绝大多数安卓手表是一样的 比如说从上向下滑 这个是一个控制中心 在这里你有误扰 开启误扰 有查找手机 然后如果从下向上滑 这个是进入一个通知中心 比如说在这里 我进入的是短线 屏幕的右侧向左滑 这个就进入了一个 类似于常用卡片的操作 第二卡片是运动三圆环 跟苹果比较接近 第三个是心跳 测量心跳 这款手表可以测量心跳 第四个呢是它有一个NFC 你可以通过NFC去开通交通卡 也可以通过开通这个门禁卡 就直接扫描你们小区 拿着戴着手表 滴 儿童卡 就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 我按这个按键 它就可以进入你的应用中心了 在这里比如说有运动 这款呢 它目前可以记录11个不同的运动 比如说有这个HEAT 对吧 HRIT 有户外跑步 室内跑步等等等等等等 大家看这是我昨天用这块手表来测试了一下这个HEAT 这个什么室内什么高强度间歇性练习 运动了17分钟 然后它会给你一个有氧训练效果 什么2.7 无氧训练效果2.2 它这次给安卓手表增加的一个自动运动检测 可能忘记打开手表的这个运动监测功能了 那这个时候 手表在你运动一段时间之后 比如说你跑步了一段时间 或者骑自行车了一段时间 它一旦监测你心跳上升 或者你的这个运动步伐符合它的算法之后 它就会自动开启运动检测 除了在睡眠的时候监测睡眠 它这次还增加了一个在睡眠的时候 监测血氧饱和度 这功能对于晚上打呼的同学非常有用 很多同学打呼的时候 其实打呼的过程中 它会呼吸暂停 你血氧的饱和度就会下降 所以说它这个其实是给你一个监控的范围 大家看 我的话其实非常健康 它有一个紧急救援 它增加了一个跌倒检测 如果当你检测到你严重跌倒的时候 手表会处于紧急救援状态 每秒震动一次 直到你手动关闭 如果一分钟内没有关闭 你的紧急联络人将收到救援 跌倒检测这个功能 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里有老人 尤其是老人自己 比如日常出去玩 自己在家待着 这个功能还是很实用的 遥控拍照 我可以直接点按手表 大家看到了吗 指南针 这个功能就对于一些旅友 日常出去有爬山 或者在野外生活的 这个习惯的同学们 比较有用了 还有海拔气压剂 这款手表可以通过测量海拔 来判断你 比如说今天爬了几节台阶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 这款手表并不支持直接接听电话 它可以在手表上 对电话进行一些操作 比如说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时候你可以在手表上 直接挂电话 但是没有办法接听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按一下 上面这个你可以理解为是功能键 也可以理解为是返回键 而下面这个按键 如果长按 明天天气怎么样 看它就会把你在天气预报显示出来 我想用英语说 今天这顿饭我吃得非常开心 I have wonderful meal today I think 这是山东老哥的这个倒装语句吧 Vivo这两款手表 它其实核心的卖点应该是 第一点就是它的这个不锈钢 以及陶瓷配合的工艺 第二点应该就是从运动健康角度来说 Vivo这两款手表应该是目前 安卓手表里功能最齐全的了 未来的升级方向 我觉得如果加一个eSIM 然后再加一个能接听电话 基本上就是一个更加完整的手表体验了 当然我们这个毕竟是Vivo第一代手表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对VivoWatch这两款手表 来给大家进行的一个开箱上手以及测试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购买上的一些参考和帮助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钟文泽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